娱乐圈中一个人的走红不仅需要实力的具备 更是夹杂着一丝运气的成分 而有些明星走红之后呀 往往也会很珍惜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呢也有一些明星 在功成名就之后就逐渐骄傲自满自毁虔诚 今天小朋友给你们说的这一位 在逐渐走红的时候 却与孟非决裂和宁静护怼并嘲讽金星 如此骄傲狂妄的下场 就是如今只能在街头演唱 说到乐佳 大家想必第一时间想到《非诚勿扰》 其实啊 乐佳的确是通过这一档相亲节目 正是被大众所认识与认可 看看百度百科上的一连串介绍 我们不能知道 乐佳作为节目中的情感导师 还是有一定料的 一零年到一三年 一直与孟非搭档主持着 《非诚勿扰》这一档火到炸的相亲节目 节目中不少被调侃为两颗炉弹 两人在对话里的默契也十足 就是这么一观众原贼好的搭档 在当年却无故反目成仇 被抱在后台大打出手 据悉节目中乐佳分析见解独到 犀利与毒蛇是他的点评特色 而孟非幽默和睿智的主持人 更是受大家的喜爱 乐佳的毒蛇针对的是每一个人 而恰巧孟非性格呢 又并非云淡风轻 两人在台上偶尔对峙 据说积怨已深 虽然节目上嘻嘻哈哈有说有笑 但是私底下两个人绝不联系 化妆间大打出手也是时间的问题 乐佳为人快言快语 时常得罪人 到底能和谁和得来呢 乐佳现场大骂惊心太监 起因是因为一档节目 惊心对乐佳的成员进行毒舌评价 乐佳你也听着 和好的表演 很烂的演讲 当你的导师在上面兴奋拍桌的时候 你们两站在一条线上全是假的 乐佳感觉有些丢了面子 却没有立刻还击 而是从导师席走向舞台 先是批评自己的学员 不听自己话 擅自改稿 导致可能演出没那么精彩 之后呢 乐佳站在前面说道 人性 哎呀 我这样讲吧 在面对情感和诱惑上面 就连一个大圣人都比不过一个小太监 情感的诱惑上面 就连一个大圣人都比不过一个小太监 太监这个敏感的词 对于做过变性手术的金星来说 应该是最大的讽刺了 遭到羞辱的金星 顿时盲脸不悦 回击似秃兔子 然后呢 愤然离场 导师鲁玉很是尴尬 台上的学员也不知所措 整个场面兴了尴尬 之后节目的录制也被迫中断了 你以为没几几千人 这天 解文章有用啊 中间 一会发应就不停 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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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事 我还留意 我也懂 这些事 教授刚刚要是生气了吗 没有被尿下出来了 咱没见过这阵事 咱把尿给下出来 尿抛的浅 没有没有 刚才我 我不是奋起而走 以前我发过皮 站起来走 没有刚才我说 把尿给下出来了 真的 我从没见过这 真的我吓着了 2014年 在安徽卫视超级先生 节目录制中 体操选手 董正坦言 自己曾获得过 各大赛事的调盘冠军 却因为亲人病重 与奥运会失智交臂 成为最大的遗憾 节目嘉宾 林静出演安慰 我年轻时拿了许多奖 国内的奖项 都是拿得差不多了 但是像奥斯卡呀 我也没有拿到过 留一些遗憾 反而会更有斗志 还未等林静奖完 乐嘉就不顾体面的打断 你这样讲是在伤害他 性格火烂的林静 和职守的乐嘉 因为观点不合 当场炒番 爆发唇舌激战 火药味十足呀 节目录制呢 也被迫一度中断 事后呢 还引发双方粉丝的骂战 但是乐嘉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这样 有次跟谢娜一起合作的时候呀 主持人乐嘉情绪激动时 不留神 把手中笔甩了出去 而谢娜呢 立刻将笔捡起来还给乐嘉 不料乐嘉居然趁机向谢娜表白 还做事要亲吻谢娜 谢娜笑哈哈的躲开了 两个人最后还拥抱在一起 看来关系很好呢 看来呀 要是想跟乐嘉这样的人相处好呀 还应该做一个像谢娜那样的女子 现在乐嘉已经消失在大众视线了 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她的踪迹 都看不到她的踪迹 你觉得乐嘉这样的性格讨喜吗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